首陸選戰針對三加十一儘管政策 再交鋒 民進黨參選人陳時中 再次否認三加十一是破口 不過副市長黃珊珊就回應 應該先為去年八百多人死亡 來道歉 而國民黨的蔣萬安 則是批評 把會議紀錄鎖在監察院 難道就是公開透明嗎 另外新被選戰的部分 藍營議員要求林佳龍要簽署 落選後不入閣的承諾書 但是林佳龍認為這邏輯不同 總統蔡英文 民進黨北市參選人陳時中 以及副市長黃珊珊難得同框 出席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開幕典禮 近來藍綠白再度為了三加十一儘管政策的 破口問題隔空開戰 講完要求應公開三加十一會議紀錄 黃珊珊則批評 應該先講清楚 到底誰是破口 把會議紀錄鎖在監察院裡 這叫公開透明嗎 陳時中也進一步解釋 行政體系有監督體系 資料已經提給監察院 新北選戰部分藍議員 要求民進黨參選人林佳龍 簽署落選後不入閣承諾書 對此林佳龍認為邏輯不通 這個是邏輯不通 我如果落選也是自由人 所以這個標準要一樣是 兩個看誰當選 就是要做滿四年 不能拿一個人如果落選之後 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要為新北市有心做事的人 請積極的到新北市各地方 去了解新北市未來的建設 好好地做事 林佳龍表示落選就歸零 如果侯友爺選新北市長落選 他也不能要求侯友爺不能去選總統 侯友爺則強調自己目前是市長 好好拚市政才是應有的角色和本分 記者黃潘沈志明吳雜堡新北台北報導